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喂喂 吃碗面 来 吃 喂喂 林忍的爸妈今天给我来电话了 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他们想让林忍出国去治疗 出国啊 对 他们在国外找到专门治疗光明的专家 已经订好了医院 最近就会过去 他的这个病始终是个隐患 我想让你表哥过去那边 照顾他 因为国外他熟 但是你也要照顾好自己 你才有力气去关心他们 对吧 嗯 我知道了 我接个电话 你慢慢吃啊 好 病人情况现在已经稳定了 您放心吧 谢谢你啊 没事 你怎么来啊 稀罕 你怎么来了 他还在睡觉 林燃他 怎么了 他没事 现在病情已经稳定了 放心吧 嗯 我先出去一趟 你帮我看一下好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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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你这个甜品上错了 我要的不是抹茶间层啊 马上 马上给你花 老板 你这甜品上错了 我点的不是抹茶间层 抱歉 抱歉 我现在给你换 老板 你没事吧 我这还有事我就先走了 这个我也不要了 不好意思 卫薇 你怎么了 没事 来 卫薇 我来了 没事了 你好好坐这儿休息 我去给你擦 没事了 都过去了 喂 喂 薇薇啊 刚才医生过来了 说林燃现在情况已经稳定了 没关系了 你不用担心了 你赶快过来看她吧 好 我现在过去 怎么了 林燃没事了 我去看看林燃 好 怎么不进去 没事 我看一眼就好 反正她都醒了 想哭就哭出来吧 别憋着 你们别误会 我 我是代表学校来的 我们误会 你刚刚和林燃干嘛 她还好吗 她没事 已经好了 谢谢你照顾她 薇薇姐 你怎么不进去看看她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 我其实 我想你应该也累了吧 你先回去休息吧 我们进去 我们进去 现在 我是二十岁 我会抱她 或者嫁给她 但是我现在二十八了 维系我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仅仅是她那少年的热血 直到有一天 生活的琐碎 把热情都摸光 她会发现 我比她先老去 到时候或许她会恨我吧 你 恨我在她年轻的时候 没有阻止这段感情 让她这样发生下去 想一想 我觉得我在她身边 就像是一个定时的炸弹 随时都会爆炸 薇薇 那杯糖水只是个意外 你不要多想 所有的事情发生 都一定有她的原因 今天这场意外 或许这就是个天意 我不想当她的鳄鱼 我不想让她越陷越深 雷薇 离开我 她还有更多的选择 每一种选择 都可能比现在更好 我不想拖累她 不管怎么样 我都会在你身边 你先走吧 我想一个人静一下 别哭了 那我先走了 嗯 可兵 你 你 您 您 我们 在 醒了 唐薇薇 我以为你走了 抱住我眼睛呗 叔叔阿姨联系了国外的医院 他们这些天也会请假 他们想让你彻底查查 这到底是什么毛病 你去吗 我看了医院挺好的 医生也都联系上了 全部都是专门研究过敏的专家 我在问你去不去 叔叔阿姨很担心你 这次是我的错 我在问你 作为女朋友的你 你去不去 你让我去 你不去你赶我走是吗 李然 你冷静一点 那你回答我呀 那你看我呀 李然 叔叔阿姨很担心你 他们希望你去治病 我不管他们怎么想 我也不管他们说什么 我是在问你 你是不是要赶我走 我 你是不是要走 你是不是要走 我看你 他会要ouza 告诉 Roxanne 这次我走了 我 normal 你会承担和律行的 火车 但是elle 到你都要去的 当你都要去的 这样对我们都好 值得比那思念做 我要收起彩虹以外的颜色 给你的幸福从未见过 记忆的蝴蝶不要捉 最美的标本是爱过 我要收起彩虹以外的颜色 再辽阔都不让世界包裹 鹦鹉的云楼不要摸 借此的比那思念做 我眼睛好像系沙子 来来来 我帮你吹一下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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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缓上 悄悄谈 试过秘密的夜晚 微风止不住的愿望 情河滚烫里是理想 悸动在心间隐藏 写真情书两三号 思念都赢在云上 走过春光 走过夏日蝉长 听爱的声响 我穿过花海亿你相望 结果是梦醒一场 我心里藏的那个他 用心上回忽谎 这次我走了 我就不会再回来了 你看见吗 我心里想的那句话 你知道没回答 可我偏要用爱做法 将你融化 会回忆我吗 葳葳 你能放得下吗 我不知道 可能当初 就不应该在一起 现在分别 或许就不会那么难过了吧 你真的能放夏离然吗 我比她大那么多 如果明知道这一段 是一个错误的感情 我还坚持 这跟骗她有什么区别 剑子川说得对 及时止损 或许才是正确的选择 放下也好 放不下也好 一切总会过去的 幽崽 当初她来我家的时候 是我去接的她 现在目送她离开 也算是有事有终了吧 我们走吧 谢谢 出门 走 欢迎光临 姐姐 你好 我要这个瑞士之血 哦 好 丁燃 姐姐 不好意思 好 谢谢姐姐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威 威威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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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蛋糕烤好了 好 我过去看一下 凌亚 能不能别这么幼稚了 我哪里幼稚了 赶快给我回学校 不要 不许多年 他就算了 你负责 心里面 不许多年 那麽 我喜欢那只梦 哪怕 只是在雨天也好 我更喜欢你 哪怕 只是假装一辈子情侣也好 唐薇薇 无论别人怎么想你 我都永远相信你 那我的愿望就是 我的目标 我的生活 全都是你 我现在能吃糖 还能吃甜的 我们是一路人 对吧 就算你不把我当男朋友 把我当殿下 我不想让你离开我 就算你不把我当男朋友 有点子 我还能吃甜的 我真的想要吃甜的 我只能吃甜的 我还能吃甜的 天营 我还能吃甜的 我还要吃甜的 我还能吃甜的 我都不吃甜的 我还能吃甜的 我还能吃甜的 尝试 我还能吃甜的 我都不吃甜的 等会儿我喜欢你 别人 请快点 准备出探 快点 准备出探 减低起来的对外部影响的内部模式 包括过去 现在和对将来的期望 第三 是现实情境的知觉分析 以及于过去的经验的认知加工的比较系统 喂 帮我订最早去美国的机票 你还好吗 师傅 调到回去吧 喂 薇薇姐 今天有客人订小蛋糕 甜品师傅表不出来那种花 没关系 我来吧 嗯 这是你做的新品吗 好漂亮 姐姐真厉害 每次都能做出不一样的东西 这个做坏了 我们自己吃了它吧 可是我觉得造型很别致啊 不如我们推新品 可是这个蛋糕 看起来不太甜 会令人沮丧的 我们既然做心情蛋糕 那难过和沮丧也是心情的一种啊 对吧 那 就叫它乌云吧 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Forma 薇薇我跟你说啊 你要火了 别算了 甜品店已经连续三周冲上城市热搜了 你这营业额后面至少加个零 我们公司的封面 确定了 封面 对啊 你们这儿不是 前两天有一款乌云甜品 一夜火爆吗 我就在我们公司啊 提出了以甜品店为主题的 封面拍摄 我们老板答应了 九月就在这里拍摄取景 这么假的 金酒银食封堪 在甜品店取景 当然了 有我的力推 再说你这甜品这么火 肯定啊 事情发展得很顺利 听说你这里 有好多美食博主啊 经常来打开 嗯 如果当初刚开业的时候 能够像现在这样 可能就不会有后来的事情了 哎呀 别想那么多了 对了 我们的拍摄就定在下周六吧 你有没有问题 有什么需要我配合的吗 没什么需要的 就是你们有什么新品 你要告诉我 给我一份菜单 我回头啊 得向宣传传上去 新品还没研发出来 但你可以先试试 没事 你做的都很好吃 看着就不错 那你先忙着 我先走了 嗯 菜单发我啊 金总 你又找我干吗 忙完了 嗯 上车吧 你今天不忙吗 你们公司最近没有业务啊 多谢你的关心 我的公司一切正常 不是啊 你已经跟了我三个月了 就为了把我微信加回去啊 唐薇薇的店铺并没有卖掉 所以你删掉我微信理由不成立 不成立又怎么了 我就是想删 你有意见啊 你根本就不符合逻辑 今天有空吗 我们一起吃饭吧 吃什么好吃的 你会喜欢的 看在你这么积极的份上 准了 走吧 走吧 这个甜还是不对